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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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這是我在2013年TED分享的一句話 叫做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這句話是說 要小心你心中所期望的東西 那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會發現我們的期望 其實跟現實發生的時候 是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其實你並不曉得你的期望 因為你的錯誤的期望所造成的結果 才會導致現在的問題 所以我已經 像剛剛David有講 其實如果剛剛 we talk about 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 if it's the foundation we've all agreed that transparency 是the foundation of communication of building trust 就是雙方要有透過透明的結構 來做一個討論的機制 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issue 叫做re-aligning expectation with reality 如果你不能把 expectation跟 reality 做個alignment a lot of times 我們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producer think they are producing the things that you want and the consumer think they want to buy the things they think they want 但是at the point of purchase they don't buy it 結果他就不買了 那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看這個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那另外一件事情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有這種論壇 我真的很感謝封死 很好有這種論壇 可以讓各個國家來自於台灣來分享 其實我覺得很重要的重點是 其實這問題並不是單一國家的 全世界都有這個問題 那台灣其實也沒有很差 其實我如果要分享Henry剛剛講的 其實台灣很多的學校都很認真在做食欲 當然不是每一所學校 但是我也有去過很多學校做分享 其實真的決策是在於家長以外 是那個校長要不要願意做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常常都是報導壞的東西 其實應該像他講的 要做也是有很多好的事情可以報導 讓好的文化可以讓消費者 讓大家更了解 我們是有能力改變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常常都是看壞的 但其實台灣沒有這麼糟 OK so this is what you think you want 這是你覺得你想要的東西 其實台灣消費者如果是 在2016年做一個分享 其實你看到 如果你問消費者 你想要或不想要什麼東西 其實 it's pretty much in line with America so people 人工香料 artificial additives msg 微精 人工填味劑 基改食品 人工色素 動物產品中的抗生素 激素的殘留 其實你看到 台灣消費者會避免前十大食品成分裡面 都占非常非常多 那這個其實跟我們剛剛所聽到的那個 David所分享的 是很接近的 其實美國的consumer 跟台灣的consumer 其實都不想要這些東西 OK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讓我們producer說 OK 這個市場這個trend 符合未來的需求 所以台灣消費者已經在成長 也要改變我們的採購習慣 所以我們是不是要開始生產這些產品 那消費者會買了呢 還有一個是消費者希望增加上架的前六大商品 有幾個keywords 純天然 pure 無人工色素 無artificial flavoring 飛機改有機 無人工消費 這幾個其實呼應剛剛那個期望 就是說當我希望 我不希望我的產品有這些產品的時候 我希望這些產品可以上到架上 讓我可以購買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目前台灣 大部分做的試調會所發現的這個趨勢 其實是跟全球很接近的 也就是說我們沒有分比較差 我們其實消費者很聰明 我們知道我們要什麼東西 但what went wrong 對不起 這只是說只是呼應像剛剛講的 就是這些就是大家都知道 我不要去黑信 我不要買企業的食品 我不要殘留 我不要這些說 一大堆期望一大堆期望 好像都很正確 但是this is what you actually buy 在台灣現在的社會 其實你看到所謂的生機飲食 或者是有機的產品的推廣 或者一些無添加產品 還是佔台灣的少數 雖然這幾年有看到慢慢在成長 但還是佔少數 那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在買的時候 你還是會去買這些東西 顏色 吸引力 肉品 有它的豐富性 當然如果我剛剛跟你講說 其實說what really happen 因為當你在要求的 我在講左邊的無形價值的時候 是你剛剛都要求的 我要無添加 我要在地 我要當令 我要塑油 選為有機 但是在你要買的時候 你還是會回到有機的 有形的價值 效期 價格 口感 豐富 但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兩件事情不見得是 equal的 所以我們的這些生產者 都以為我們是following the trend following consumer demand 所以我們就去做了這些產品出來 可是結果在賣場的當下 要做決斷的時候 消費者卻可能會往往掉到 當下的決策又掉進去 但是其實我們少做了一件事情 叫做什麼 我們只認為你需要 你好像你覺得你知道 但我們從來沒有溝通說 如果我不添加 我的效期會不會縮短 如果我今天吃 我如果做溯源 我是不是成本會增加 我價格是會調整 我如果做純粹的有機生產 或者是無加抗生素的生產 會不會對口感有所影響 其實我們沒有溝通這件事情 所以當我們發生 實際做出這個產品之後 到馬上叫消費者決定 消費者做的決定 往往還是回到他過去的習慣 也就是說 我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realign 我們的期望 要重新溝通 我們的期望 跟它所得到的reality 是不是真正你心中所想要的 我們再去生產這些產品 可能會比較對 而且往往的 因為在這些宣傳的過程中 剛剛有提過 很偏頗的式的宣傳 叫做這個好 可是它所帶來的影響 是不是真的有比較好 例如說我講雅硝酸鹽 很多人講香腸 我不要雅硝酸鹽它會致癌 那好啊 我就做一個沒有雅硝酸鹽的香腸出來 結果它顏色 比如是你想像的紅色 它有點灰暗沉的顏色 有點黑黑的感覺 消費者說 哪有這種顏色的香腸 我不敢買啊 因為你不是叫我說不要添加嗎 可是我提不起來你怎麼不買 因為他說你沒有告訴我是黑的啊 所以我給他紅 他就說那我還是先買這個紅色 你那個看給怎麼改再說 所以其實他是有給我選擇 他說我又跟你說 但我不想買 因為你沒告訴我是黑色的啊 那另外一個事情就是 雅硝酸鹽有真的這麼壞嗎 雅硝酸鹽有真的這麼壞嗎 雅硝酸鹽可能在 我想這邊有很多的教授跟博士 可以告訴你 其實它不是致癌的決定物 它是一個衍生物之後 有可能造成致癌 可能在一些轉換的過程中 但是我們就覺得說 這有可能會致癌 或有人宣傳它會致癌 說那我都不要 可是有沒有人想過 為什麼當初要添加 如果顏色不是重點 它還有一個更重要的是 抑制肉毒桿菌 肉毒桿菌是一種神經毒 它是可以立刻致死的 那我請問你 你要馬上死還是慢慢死 其實 它是兩種邪惡的 沒有絕對的 安全 只有選擇 但是如果我們偏頗的選擇之後 可能會造成一個更大的疏忽 反倒是你更大的壓力 更大的損失 OK 所以我想今天 我在這邊要溝通的是 在台灣我們遇到現在哪些問題 那我們只是把剛剛那些 所有很大的問題裡面 再挑一個中心來講 就是我還是希望我們可以把 無形跟有形價值的這個 這個relationship 跟它的這個pro and cost 稍微再溝通一下 才有辦法達到真正的食品安全 因為安全 好吃 賣得好不好 其實這都是相對的東西 它沒有完全絕對 所以我最後希望可以讓各位 在今天聽完 如果什麼都沒聽懂 只聽懂一句話 就是沒有什麼叫做最好的食品 只有最適合你的食品 什麼叫做最適合你的食品 每一個人對食物的安全角度不一樣 跟它的口感也要求不一樣 對你的身體有不同的成熟 最適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但是我們要如何去透過這些平台 re-align我們的需求 讓我們這些producer 知道你真正的期望 然後生產出真正符合你的商品 才是我覺得是一個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回落來講就是 為什麼我今天站在這邊 其實老實說我也不是很清楚 因為老實說我跟消費者是很遠的 如果呼應到剛剛David有一個圖 Tier 3 2 1到producer到channel到customer 我其實是營養師 但是我是誰的營養師 我是他的營養師 OK 我就是那個Tier 3 producer 我離consumer是最遠的 我的工作是服務動物 什麼動物 經濟動物 豬 雞 牛 羊 水產 今天很感謝我的同事也在現場 其實有很多同事一路走來走這條路很辛苦 我很感謝他們今天能來 那還有這個簡報也是他們做的 這不是我做的 我只是出張嘴而已 所以很感謝你有幫我做這個簡報 所以我的工作其實是在食物鏈的最上游 我以前根本不用在乎 消費者要買什麼 我的工作只要把豬餵飽就好了 可是我們遇到一個瓶頸 我發現我們生產者遇到瓶頸是 當你跟我說不要抗生素殘留 不要什麼很多迷思說什麼荷爾蒙的使用 那我真的去往這個方向生產出來的東西 卻又發現它又賣不掉了 其實剛剛那個David有提到 其實消費者有兩種的問題 他說我要antibiotic free no residue residue free 也有可能叫做antibiotic free all the way throughout 所以這兩個是完全不同的結構 但是你要從零到不殘留 到完全不使用 這裡面的成本的轉嫁 我們都沒有討論過 而且你可能也不知道它的價差在哪裡 可是我們都冒然地生產一個產品 就說奇怪怎麼不買 所以又回到一樣問題 所以我在五年前跟我父親就開始想 原來農 其實我不是那麼在乎 consumer 我比較在乎的 producer 是我們不知道 what to do 那我才發現農產品要轉成農作 農作物轉成農產品 最重要就是分切跟加工 所以呢我就去花了三年的時間 蓋了一個全透明的分切室 回來就跟他講 我們需要build trust 最好的方式就是being transparent 所以even my factory is being transparent 那意思就是讓消費者更了解肉品 那肉品賣得出好價錢跟好價值 農民才能生產對的方向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今天在這邊 我花了五年的時間從餐廳端菜到分切豬 到現在賣豬肉 其實我的真正工作只是想把豬養大而已 OK 但是我們發現 如果這個單純的運用是很難實現的 因為如果只要把豬養大 我們有很多方式 但是有些官是心裡過不去的官 因為你知道你想賺對的錢 可是要賺對的錢 要做對的事的時候是非常難的 因為我們會停留在一些習慣裡面 但是如果不這樣做 我們可能就會輪入一個 非常商業行為的一個 營養品生產公司 我的營養公司的重點是 叫做預防醫學 早期的推廣 剛剛David有講 其實藥物的使用是很普遍 很簡很便宜的 但你可以發現 如果我不要吃西藥 因為西藥我們都知道 治標不治本 所以吃中藥補身去上Yoga課程比較貴 豬也是一樣 雞也是一樣 魚也是一樣 如果你今天不要牠生病 你就必須要為牠更好的產品 讓它的食物 讓它的抵抗力增加 可是那個成本 絕對比你生病用藥還要貴 那最後誰要犧牲這個成本 OK 所以我發現 我們一定要出來 來realign這個 我們都需要互相溝通 我要出來跟消費者來溝通 我也希望消費者能來聽聽我們的聲音 所以這個訊息的斷層 就是現在最大的問題 就是生產者跟消費者 中間這個斷層 有太多的不透明的溝通 就是說不透明的溝通 所以導致我們對其他人越來越疏遠了 所以剛剛呼籲Henry講的 我們要從小重新做食物教育 所以是要讓這個小朋友跟我們更接近 他未來才知道怎麼選擇 那我歸納出三個點 三個問題在台灣最普遍遇到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食品的安全 跟我們的所謂的產銷的結構 一直還沒有辦法很有效的快速的改變 我覺得有三個點 第一個 叫做採買習慣的包袱 叫做採買習慣的包袱 就是 the baggage of tradition of what you used to buy and often telling to change and then you don't know what to change you know because you're so used to the customs so that's one the reason why we can't change because we stick to the customs 那這第二件事情就是產品價值的偏差 我們對產品有很多奇怪的要求 那等一下會跟幾個例子 你認為你好像你都買對了東西 是因為你阿嬤跟你講的 但實際上好像沒有真的去認證過是不是真的 你阿嬤有沒有錯嗎 她其實沒有錯 因為那時候的訊息是這樣子 可現在今天可能不見得是這樣子了 OK 第三個是專業知識的迷思 我們現在好多的平台 剛剛David有講到 social media a lot of our information come from social media but nobody ever asked where it comes from and most of them are wrong 我們大部分對食品安全的訊息 都是來自於這些line的訊息 但是有人真的問她對或錯嗎 某某醫師某某學者某某說的話 有這個人嗎 我們不曉得 因為說不定有說不定沒有 但是我們其實沒有真的去研究它 那這個東西會轉到 把專業知識的迷失之後 你會造成你採購的偏差 第一個 傳統模式 問題豬肉 這是台灣的採購習慣 這是我們稱為網絡市場 這是我們稱為網絡市場 這就是我們稱為網絡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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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 七成的市場是在傳統市場買賣 對不起 請問各位看一下 這個傳統市場有什麼問題 細菌 細菌 溫度 溫度跟細菌其實是一樣的 OK 還有沒有什麼 當然它有很多好處 我一直跟各位再重新重申一次 我不是要來推翻傳統市場 我們是要讓傳統市場 保留它的溫馨 跟獨立性 但是要進步更好 所以不是要推翻 是要更好 OK 所以傳統市場這些問題就是說 七成的市場在習慣上買問題 如果買習慣 它很難去改變它要 我就習慣了 你叫我買冷藏冷凍肉 我就不習慣了 這個圖是上海的 上海的肉鋪其實現在是 全程冰鮮 全程冰鮮 但是 要從傳統上轉到冰鮮肉 到冷凍肉的差異 其實到現在都很難去 很難突破 因為傳統太根深蒂骨了 雞蛋 這兩顆蛋這麼簡單 講價值跟價格 哪一個價值比較高 講這一顆的請舉手 如果你有錢 不在乎錢 你會買哪一顆 應該是這個吧 通常我問這個問題 七成都是選這邊 那為什麼買這個 因為它比較健康 比較營養的請舉手 不用害怕 因為我看不見你 舉手我也不會認出你是誰 我們看看差不多有 超過一半喔 因為說營養的關係 所以我買車蛋 那昨天我已經證實過這件事情 其實我也都講 其實如果你真的 為了營養健康而買 這兩個蛋的營養價值 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你因為買它 是因為什麼口感啊 我就看得很爽啊 就是顏色比較漂亮 怎麼樣 或者是怎麼樣的 OK 那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真的 只是為了它說 我阿媽那個土雞蛋 比較營養啊 抱歉 兩顆蛋的營養價值 差不了多少 OK 所以我們到底是為了 什麼價值而價格而買 真正決定這個蛋好不好 其實是這個蛋 到底分成它的彈性 才是重點 它的媽媽健不健康才是重點 它有沒有殘留比較重點 它的顏色更不重要 結果我們有沒有發現 市調告訴我們 蛋黃跟蛋殼 顏色越深的賣越好 但結果這兩件事情 跟營養跟健康 一點都沒有關係 OK 用藥迷思 請問這是一隻豬 這是豬頭 這是豬尾 我只要確保一下大家要知道 這是豬頭 這是豬尾 好多線 請問一下 這個部位是什麼部位 松阪豬肉 說松阪豬肉在這裡的 請舉手 少數 松阪豬肉在這裡的請舉手 佔多數 這就是一個迷思 各位 松阪豬肉在這邊 在下巴 這一塊叫做梅花 OK 很多人說豬的叫通脫肉 那在日本講的叫豬頸肉 有一塊肉 在這個上緣是沒有錯 但台灣講的松阪肉 是下巴肉在這裡 所以很多人會說 那個我跟你講 松阪肉都打針 一定有藥物殘留 千萬不要買 對不對 所以我打一根針在這邊 好 豬長這樣 有誰會跪在地上這樣打針 不可能的 不會這樣做的 除非它真的很有時間 OK 但是重點是不會有人這樣做 因為那邊的下巴也太厚了 雙下巴太厚了 你真的插不到肉跟血管 你知道嗎 所以真正的打針是在這邊 好 那第一個問題就來了 喔 那梅花肉不能吃了對不對 也不是 現在的打針 其實我們打的叫做疫苗 像小孩子注射疫苗一樣 那個疫苗其實 如果有任何問題 它是局部性的 而且它是部位的 所以它會有些農包 那個去除 對營養跟身體 是一點都沒有關係 但如果我真的是 或者是胃抗生素的話 假設是有克中性殘留的話 假設是有克中性殘留的話 真正的問題會在哪裡 在哪裡 是全身 那全身裡面又有分強弱度 假設你今天去個餐廳裡吃飯 你都不曉得到底要怎麼選的時候 但你就很怕死 那請問是肥肉的殘留多 還是瘦肉殘留多 瘦肉殘留多 瘦肉殘留多是不是 再錯一次不好意思喔 是肥肉好嗎 所以因為肥肉是什麼 囤積嘛 代謝慢嘛 所以皮下脂肪相對的 它比較容易有 藥物的殘留 但瘦肉相對比較少 如果硬要比較的話 如果有殘留的同一基準下面 教育殘留的還是在肥肉肥油的部分 皮下脂肪的部分 瘦肉相對比較少 所以我剛剛講 這些問題不是要來開玩笑 也不是要來笑你 不是 也就是說其實在這邊在做很多事情 我們不要談那些 很多的症狀那些 都很大很重要沒有錯 但是連最基本的採購 有時候我們都還是不清楚 OK 時間快到了 然後呢 所以我剛剛請你解釋 就是這個用藥的迷思 真的用藥 現在不會有人用打針的方式 添加在水裡 添加在飼料裡都可以 但是如果真的要打針 那個針真的不是對你最大的威脅 那其實對你跟你講很重要 如果不打疫苗 它更容易生病 那更糟糕 OK 所以不要看到針 就覺得是藥 那你沒有吃到藥 不代表你沒有吃到藥 OK 所以 安全的準則就是 絕對跟相對之間 我認為必須要跟大家分享 是沒有叫絕對安全 這個事情 只有相對安全 那有些時候 藥物跟添加這些 是有必要的時候 我們要討論是 就剛剛講過 Less of the two evils 小二還是大二 我們大家就拿捏這個清楚 像我如果都不添加 那個顏色可能就是 不是你所想像 或者是它的外表 就不是你所想像 或者是它的笑棋 就不是你所想像的時候 我們可不可以達到一個共識 OK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在 心中我們現在 因為台灣其實是一個 非常進步的地方 只是速度稍微偏慢 但是 我們其實已經在討論的 就是無形價值 但是因為無形之後 還是 我們在買的當下 只能看到有形價值 像什麼健康啊殘留 都屬於無形價值 什麼外表長相啊 行銷的這個手法 是有形價值 我們往往還是 被有形價值牽過去 OK 但是其實無形 才是真的最貴的 那最終 食慾的補強 其實就是一種教育 教育就是一種溝通 溝通只是要 Building trust again Producer is not as bad as you think We're 我們不是這麼Evil的人 但是消費者 也同時要認清楚 自己有很重要的責任 因為你如果問錯東西 要錯東西 我只是呼應你的需求而已 所以 永續的飲食 sustainability很重要 今天都還沒有談到 環境保護 因為時間不夠 動物福利 環境保護 是另外一個issue 我們根本現在連談 都談不上邊 因為如果你自己都 吃不安全 吃不清楚的時候 你不要談永續 但是如果真的要談 永續經營 還有sustainability issue 是environment 還有animal welfare 這些東西 我們都還沒有討論到 但是永續很重要 永續重點是 還要有人活下來吃東西 才是重要 透明飲食 就是剛剛講過 我如何建立一個平台 讓我們更加的接近 building this trust rebuild the trust again 健康飲食 就講到另外一個issue 就是nutritional benefits 我們如何吃一個 比較均衡的飲食 讓我們的小朋友 讓我們自己可以更健康 所以最終呢 我覺得未來消費者很辛苦 很辛苦 但是胃是你的 身體是你的 小孩是你的 這也是值得的辛苦 未來消費者 所需的生活飲食 就是試讀能力很重要 我們能嫁接的 叫transparency 叫做書本 我們需要老師 來教我們怎麼讀書 You can show all the data all the stats you want If you can't read it it's pointless So being transparent 是building the ground and lay the groundwork 就是書本 但是我們需要老師 我們同學老師教授 一起來解讀我所展現出來的 data 又是代表什麼意思 OK 所以呢 最後一張圖就是生產者 動物地球消費者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環節 但是誰最重要 都很重要 但是誰最重要 在現在的結構裡面 有人說地球最重要 有人說動物福利很重要 有人說我們這些生產者也很重要 但我的看法不同 我認為消費者最重要 因為我們是consumer driven market 在現在的社會結構 除非有一個大改變 如果沒有改變 消費者就是決定產業的走向 所以我們最重要 所以各位你們真的很重要 所以各位你們真的很重要 我不生產的時候也是消費者 所以我也很重要 所以我一直來學習 一直來學習 這十年我也學很多東西 再一次 要小心你謹慎思考你想要的東西 因為如果你想要就會成真 如果想錯就會 也會成真 OK 謝謝大家 謝謝 相當感謝吳怡育長所帶來的分享 謝謝大家